詞曲 李宗盛 玄奏大師是四大異經師 你認識玄奏大師 大概都從西遊記認識他的 因為他差點就被牛魔王吃掉了 在觀世音菩薩趕快把孫悟空救出來 去把他師父救回來 要不然他就被牛魔王吃掉了 牛魔王要把唐僧給吃掉那不得了 聽說吃他一口肉功力增加一千年 那一身的肉都給他吃完 那功力不要肚聽啊 又變成第二個齊天大聖 好在啊 齊天大聖趕快把他救回來 你為什麼沒有辦法 真的從佛法中去認識玄奏大師呢 因為玄奏大師翻譯的經典實在很難讀 他只有兩部經你認識 一部啊 心經 兩百六十個字 一部啊 鑰匙經 其他的經你都不認識 他也翻譯阿彌陀經 可是你不讀 阿彌陀經你都讀 Jumorosa的 為什麼Jumorosa翻譯的經典那麼 那麼有名 因為他翻譯的經典我們喜歡 不是對不對的問題 要認真講對 就是給玄奏大師翻譯的對 你看 Jumorosa翻譯的經典 三減掉很多啊 連經體都改啦 佛說阿彌陀經 他原名不叫佛說阿彌陀經 叫十方諸佛稱讚不可思議功德經 對不對 要是用這個名字 保證你不會送 Jumorosa就有這個慧言 知道你們這些都懶惰蟲啊 所以他就叫佛說阿彌陀經 你看你都說阿彌陀經 也因為這樣才出現 後來有人一直講說 要修阿彌陀法門 要往生進途 要念阿彌陀經 你要是把它改成說 這十方諸佛稱讚不可思議功德經 他這個法門就不行了 有沒有 一個名詞很重要啊 你的商品取名字 或公司取名字 你要取得人家好念的 你不要給人家念三遍 結果就脫舊了 老爺 那誰在念你的名字啊 不可能嘛 所以可口可樂 你不要看他很賺錢 可口可樂當年 當年抗戰前在上海 取那個什麼名字啊 那個時候歷史回顧的時候 拿出來看 那名字我都記不起來 現在可口可樂因為很好念 所以他很暢銷 就是這個狀況啊 這名字是很重要的 而且十方佛 弦狀也翻十方佛 他就把它删成 Jum'o-Rosa就删成六方佛 這樣念起來不累嘛 對不對 因為你偷懶嘛 你懶蟲嘛 念六方比較快 念十方太麻煩了 但是他一筆流暢 符合情人的需要 當時叫福建 福建請他回來嘛 派了十萬大兵去啊 從基兵國把他俘虜回來 所以他叫情人嘛 那不是秦朝啊 是福建情果嘛 是這個意思啊 這個就 我們對人啊 常常因為意識主觀的問題啊 產生偏差 產生偏差 嗯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